朋友你们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种大蒜 那我这些大蒜呢 是我自己留的种 我这些大蒜都有杠的 你看这个中间有一条杠 就是硬脖子蒜 那我们种大蒜呢 首先要选一些好的种子 那好像是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我这些是独子蒜来的 要摸上去硬的 还有它是没有发霉呀 是就是说整整齐齐啊 圆圆的饱满的 好像这些是很硬的 摸上去要硬的 结实的 我们才可以种 那我这边呢 选了一些就是讲比较好的种子 你要跳出来先 那这些另外这些就小了 太小了就不要了 我们就不种了 就是 就是写一些就是讲大的 大粒的 饱满的 好的 就可以种下去 好我们去菜地里面看怎么种 各位朋友 这块地呢就是我要种植蒜头的地方了 那我这块地呢 那我这块地呢年头的时候呢 我是种过这个豆子的 豆子呢可以提供养分给土地的 是提供这个蛋肥的 那我的土呢 现在都其实很肥沃的 那我今天呢就打算不加那个有 有机土了 好 还有一些肥料 我就用这个我自己 偶制的 呃菜叶子啊 蛋肯的做底肥了 好 呃 这带菜叶子还有蛋肯呢 我是偶制了半年了 半年以上我们才可以使用 好 那我就当底肥来用 好 那就也要搅混在那个泥土里面 好 其实呢 我觉得种大蒜啊 取决于你要收是蒜苔还是蒜头的 我是想收蒜苔的 就那个不用太肥沃的土地咯 好 我们就要开始 呃 挖沟了 来来种植 好 我这边是开了四条沟 好 那就 放上蒜头 那 其实我们是 呃 取决于要收蒜苔还是蒜头的 来种植的 因为我是想收蒜苔的 那就可以种密一点 如果你要收蒜头呢就要种开一点 好 因为它那个 呃 呃 根植类那个要 要 要距离远一点 才能够种到大一点的蒜头 但是 你要收蒜苔就可以种密一点哦 好 好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呃 种上 就用这个 带子壳 呃 帮助就是埋 埋好它 好 所以你 呃 呃 有计划好呢 就容易一点种植 啊 就这样用土埋上 或者呢 就是拿一点 土呢 在上面撒 撒 埋上 埋上它 啊 那其实我们蒜头呢 是 呃 根植类植物呢 就是在这个 呃 天气冷的时候种呢 是因为是容易给它分 分化 啊 所以是生秋这个时间种的 啊 那我们呃 明年 五月份的开春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花花芽了 啊 五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啊 其实种呃 这个蒜呢 是很适合就是在天冷的时候种植的 啊 而且我们这个北半球天冷的地 这个地方是最适合种植的 啊 就是冷的天气呢 种呢 是容易给它分发发芽的 啊 所以有根植类植物就是要有一个低温 低温的分化 啊 好像你种那个 预精香也是这样子 好就种好了 好就种好了 嗯 我还要在上面呢 铺一层这个薄薄的泥 好 为了比较 嗯 它比较 结实一点 还有呢 放几个猪肝 在这个菜地里面 嗯 是因为呢 怕这个小动物来搞破坏 所以我们会差一点竹子在地的中间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为什么呢 谢谢